我是一個卡車銷售員 因為交易金額龐大 所以我需要與決策者應酬 那應酬的工具不外乎 煙、酒、檳榔 加上不良的生活作息 然後疾病產生 因為這是這一行的商場文化 無奈又不得不繼續 雖然姐妹已經加入教會十幾年 但是迫於現實生活壓力 我一直都沒有勇氣去改變我的工作領域 在這段期間當中 偶爾會和妻子去教會 是所有弟兄的榜樣 讓我有股衝動 想要成為更好的人 更好的父親 更好的丈夫 我知道我一定要改變 改變無非就是悔改 在培養了更大對神的信心 我才戒掉了所有不好的應酬方式 一開始的時候 我確實面臨許多挑戰 擔心 恐懼和 不適應 我確實面對客戶流失 很有的遠離 更害怕的是沒有收入 我幾次面臨崩潰 幾乎要放棄 但當時 透過祈禱 我堅持下去了 我知道我必須徹底改變我的生活 我找到了赎罪的力量 來支持我遵守説明 洗禮這四年來 這一切的改變 和悔改 讓我蒙受神的應許和祝福 我加入教會這十幾年來 我一直跟神祈禱 祈禱神能夠幫助我的弟兄 讓他可以不要再過以前的那種生活 那我也很感謝神 聽到了我的禱告 他改變了他 讓他有勇氣去改變 他的生活 感謝神祝福了我們的家庭 我成立了我自己的卡車銷售公司 我成立了我自己的卡車銷售公司 我有更多的時間陪家人 我的身體也更好 我真的相信 只要我們真心悔改 我們一定會成為更好的人 當我們選擇去祈禱 我們選擇去改變 我們讓救救者 能夠轉變我們 我們的營底 我們選擇去改變 對我們 我們選擇去改變 我們選擇去改變 世界才能求 與祈禱的營業 祈禱 祈禱 the power of daily repentance, of doing and being a little better each day.